民進黨立委呂孫林二十四號在立法院質詢時 問到行政院長及外交部長 對近日外交情勢與台美關係看法 外交部長吳釗燮證實 美國總統川普二十三號在紐約聯合國總部 主持宗教自由相關活動 我國駐紐約辦事處長徐立文獲邀出席 我們駐紐約辦事處的徐立文處長徐立文大使 獲得美國政府的邀請 進入到聯合國參加由美國政府所扮辦的 在聯合國裡面的一個有關重要自由的會議 我想這個對我們來講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而對於我國駐紐約辦事處大使徐立文 他的這個友邦的這個需要會把分配到其他需要的一個友邦 以及需要的一個國家跟這個相關的這個合作計畫上 我們會以各案的來審慎的一個評估 至於索羅門群島跟吉里巴斯陸續與我國斷交 是否擔心引發骨牌效應 外交部強調人會珍惜機會深化跟友邦的各項合作計畫 審慎且有效利用預算持續突破外交困境 原始新聞朱古許家榮立法院採訪報導 我沒有說話不是要分配 cielo 對這條 hand aggreg的 就你偕 было